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Delta Robot 1 3D Printer的使用說明影片 大家買了Delta Robot 1 3D Printer之後 首先我們跟進這個組裝說明書 將打印機組裝好 完成之後 完成這個組裝之後 我們首先按照這個圖的顯示 將USB線插入打印機 另一端插入電腦上面 然後電源器的12V供電 插入這個位置 接著我們可以試試開打印機 按這個電源開關 然後 我們打開Rapital Host這個軟件 打開了Rapital Host軟件之後 我們首先去Printer Settings這裡 選擇Serial Connection 然後按Port 我們選擇我們已經可以完成安裝這個Driver驅動程式之後的 然後按Comport位置 然後下面Boutway我們選擇 115200 設定完之後我們按Apply 然後OK 然後我們選擇Connect 直至到這個Connect鍵就變成一個綠色的鍵 就代表打印機就可以連接成功了 那麼下面我們會看到這裡有一個 Echo的一個窗口 如果大家的軟件看不到的話 我們就選擇這個Togel Lock 我們按一下 這樣它就會跳出來 這樣就代表我們已經可以成功連接上打印機 完成之後我們在這個Menu Control這個位置 我們在G Code這個位置 我們打G28 G28是一個指令叫打印機Auto Home 當我們按完Send之後 打印機就會應該噴嘴 然後那個部分就向上升 直至到XYZ三個軸 就會撞到三個軸上的一個光感限位器 就會停止 我們現在按一下Send 就可以做到這個動作了 完成到Auto Home之後 然後我們就選擇這個位置下面 有一個Extruder1這裡 這裡有紅色的斜線 我們按一下這個斜線 取消了這個斜線之後就代表 有一部打印機就會按照這個設定的200這個直的溫度 就會加熱我們的噴頭 大家小心這個時間就不要碰到噴頭 因為它在加熱 接著我們 下一步我們就安裝我們的打印料 我們將這個打印料放在打印機的頂上 這個滑輪座上面 然後呢 我們將這條打印料 我們留意這條打印料 千萬看看它順不順 有沒有打到Kick 沒有的話 我們就好像 沿著這條白色的膠管 將這條打印料 穿進去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穿到底部之後呢 那個劑出機 我們首先 將 一端那個 快捷頭呢 我們 輕輕地拎出來之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將這條膠管 將這條膠料打印材料 推進來 直至到它 凸正這個洞洞為止 然後呢 另一隻手呢 就轉動這個金屬齒輪呢 令到這條膠料呢 就向上推進 由另一端這個快捷頭走出來 完成之後呢 一路推了 大家呢 就一路 旋轉這個 齒輪呢 直到這條膠料 去到噴嘴前面 跟著呢 我們呢 就將這個 我們 剛才那端的快捷頭呢 就領上去 上緊 完成之後呢 大家呢 一路推些料呢 如果溫度還未到達 這個打印的溫度 我們200度 或者190度 你的膠料呢 就應該都 做不到 擠不到出來的 那我們直至到 打印頭 溫度到達的時間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膠料就可以這樣 流出來的 打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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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完成了入料程序之後 接著我們就可以嘗試一下 一些打印機的其他功能 這個打印機有一個特別 我們需要設定一下 看看位置是否正確 就是一個叫Autobeck Leveling Sensor的位置 我們怎樣去設定呢 我們可以根據這張圖 我們有一個光感的Sensor 我們這個光感的Sensor 可以這樣 這個光感的Sensor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用一個六角視 下面有一個六角視母 我們調高調低 這個光感的Sensor 可以阻擋光線 啟動開關的訊號 好像這樣 我們領這個位置 這個螺絲的高低 就可以調到光感的敏感程度 這個Sensor 可以怎樣去啟動呢 就是靠這個噴嘴 接觸到台面之後 剛才我們說的 可以鬆緊扭動的螺絲 就會阻擋光感Sensor 這樣 亮著燈 就代表 如果我們用手在下面按上 我們亮著燈 就代表已經接觸得到 如果我們放手的話 這盆燈就應該會食滅了 我們完成了之後 我們可以在這個Temperature Curve 我們這樣進去 我們看到現在噴嘴的溫度 上升到現在已經是200度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Curve 看到這個溫度的變化 可以按進來看看 這個時間大家應該可以 看到噴嘴有些膠 是會從噴嘴流出來的 完成之後到達溫度 我們可以在這個位置 我們選一下 10mm 噴嘴應該就會 會 會 轉10mm 的膠料 由噴嘴噴出來的 完成之後 大家按了之後 如果有10mm的膠料流出來的時間 大家用一個小鉗 把膠料清理一下 離開噴嘴 清乾淨離開噴嘴 完成之後 我們在G-Code上面打一下G-29 G-29 我們會測試一下 打印機的 這個Otobac Leveling 功能 完成之後 我們按Send 按Send之後 大家就會看到這個狀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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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狀態就代表剛才我們領光感感器的位置不太適合 我們再用六角時把絲模調高調低 讓剛感感感的敏感變化一下 直到那個再進行G29 試一下可不可以做到現在這個影片的狀態 我們就要不會做到現在這個影片的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